没有理由不让他 说我这麽多东西 都要让我知道 哪几样东西真的关我事 或者是否真的完全关我事 才很简单 因为很有趣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你华为老板就一定不用到处飞 因为什么都赖过头 那你死活 因为他负责的部门 未必会牵涉到 刚才所说的这些范畴 他是不是CFO 应该就是财务馆那些 应该是财务馆那些 应该是 但我不敢很肯定 但在他华为里面 是举足轻重的 相当之重要的 差不多时候又去到汇市 汇市之前 我们就说一宗影响英镑的新闻 就是英国议会否决了推迟 脱欧的一个修正案 英国首相 文卓山就支持的脱欧协议修正案 就获得通过了 文卓山计划与欧盟从以外尔南边境的相关条款 要是你的议案投票之后 英镑出现震荡 跌幅超过0.8% 英镑又上升了 应该上升了 有几个问题 或是看着走势和大家谈一谈 先看组组 回来一点 但早段的组是升的 最高上过是1913 上升不上升 差点 昨天没有说 有人会问会否有些实质的书面行程 可能会有些改动 可能会变成一周 但会怎样发布呢 可能会在Facebook发布 大家可能借助天鱼财经的连续 都能够连接到类似的地方 但我不知道 因为今星期开始有大约的构思 因为他们说希望是适合一个星期 死定了一个星期怎样说 没有理由今星期人告诉你 这五天会升不下跌 你只是拿我的名字 不过大家可以留意 这个后话 看一次又怎样通过 如果这样看昨天这个消息 我有几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要知道 上个星期才否决了 你这么快推出了B方案 而今次这个B方案竟然是通过的 其实通过的意味 其实不是说通过了就很肯定 如果不通过就很肯定 去到3月29日 你就是没有什么跟欧盟再有要磋商 但如果通过了 但通过了 当然就代表了 你可以跟欧盟有磋商的机会 也是3月底之前要搞定 也是 但在3月底之前搞定 但好了 这份改了的 现在要这样看 本来那份退休协议 欧盟应该是大部分认同的 连爱尔兰都觉得 应该3月29日之前可以解决 谁知道搬回来 就轮到英国人扭计 他改了那些东西 究竟会有多少欧盟会觉得有问题 和爱尔兰会觉得有问题 反而英国那边就未必可以自己控制得到 当然 现在有一件事 这个礼拜 我们看到磋的走势 和这两天的消息 即是 如果英国不脱欧 应该是英磅升 而昨天你见到方案完成了 然后你见到 好了 磅跌回来 反过来说 即是说 原来脱欧 磅会继续差 今天我可以简单地说 磅可能下行压力相对地会大一点 现在在做131的10 昨天我们见到 曾经一度抽上3144 如果大家想考虑沽英磅 可以考虑接近131的60度 可以考虑沽英磅 大约1380度离开 大约1380度离开 下面可以看看 也不太远 大家不要太兴奋 大约以这一棍为 我们的其中一个参考 总之3160 之后它跌过去最低13050 但是我自己就会这样看 既然它已经出现了一个低位反弹 也相当明显 我们试试看它 可以回多少 其实已经回了 第一个大家看3085 再看昨天的低落3050 再看便可以看到3110 大家可以自己衡量变化 另外是欧元 欧元开始 因为美元是否跌 也算是横行 所以欧元一直站在相对地较高的位置 不过一直都穿不到我们所说的入市价 11440 昨天做到的 不过 昨天最高就给了111949 即11440 就一定沽到 之后下回来 下跌过去 不过也很少 下跌到11410左右 只有30多点 不过之后 现在也上回来114300 在这里可以解释 我以往 如果就算做书面报告 大家都应该知道我有惯性 我的命令 我几点给你 只要我给你那时候 口价已经做了 我就当做不到 我一向都说 我们很均真 但我给你 现在就变成了 我在金融市场里说 即是你预计10点 你会知道 大家看到这一棍大约是欧洲开市才做的 即是你做到 不过 无形之中 你应该是计算 去到现在 11点之前 如果 你昨天 在这个价 譬如 如果他到不到第一目标 我一向都是这样 我给你的 24小时内 做到的价格 做 要停的 在24小时内做到的 只要割 24小时内又割不到 但又到不到目标 怎样对不住 中午12点之前 你自己找位置 说完 这件事大家要 因为我们一向 你这样才能看到你的职效 你每次都拿着 那口低嗨 做了出来 然后你告诉我 这个菇 然后看图出来 那时候 价格都做了 不知道什么 都在下跌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在这里 我是相对 较实实 以及用真实的走势 跟大家去说 大家要明白 即是说 你可能会被评了 反而 但不过要这样 但如果你听到我这样说完 但谁知道 你见到下面 为何又叫我 11440再沽 为何我要走了那张单 一件还一件 不是什么叫做 即时策略 一日或一日 今天你可以再在11440沽 大家要知道 但好不好呢 我觉得不好 因为你看到欧元 连续三日 其实它都在114楼上走 还有 上完114之后 是没有下跌过来114 这件事我们都应该要紧剃 即是说它仍得 如果今天爆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些样子像爆升 即是它可以爆上去 这件事大家要留意 所以今天反而 就要看看它 会爆多高 如果要看它爆多高 我们又要看多一件事 上面那些位置它全都穿了 如果全都穿了 11440 大家可以看看114的62 以及115的03 最近的那是114的62 很有趣的 你看看 星期一的日期高是114的37 星期二的日期高是113的49 你计算了 37、49 今天是不是50多呢 即是刚好 这是61的 OK 这里是114、61 大家可以试试 如果真是114、61 试试沽 因为 如果你60做 今次就会把第一个目标退高 就会退高多少呢 就是昨天的第一个低落 即是114、10 可能会这样 昨天可能会放113、80或1390 但今天可能114齐头 114、10都会离开 所以大家要注意 日元又开始回复一些回落迹象 不过它已经打不穿110 已经在110做了几次 现在就等它看是几次落到108 大家要留意 即是这么大的波幅 现在开始试下行线 我会认为 今天两边都可以做 如果109、50可以沽 但下面109、50就不沽 听得明白吗 如果现在这样 因为它已经走过这么大的波幅 理论上你应该可以飙升 美金也应该开始好 但反而你看到日元反而回落 多了一点 所以如果你想买美元对日元 我反而会赞成你真是落到108的70 即是大约是前面这个日落 大约是108的67 你可以去买美元对日元 然后买到109齐头和10920 上面109、50可以考虑沽 刚才说到岁月花朗 总之1元 沽9.9就买回落 现在全部都是 不过只是做得少 即是一个星期做到一次 澳洲市今早就抽过上来 但是不知道大家买不买到 昨天有建议大家应该去买 不过我未必会摆7.1 可能我也是摆7.1边 但昨天去到7.140左右就已经上回来 虽然上回来都是上回7190左右 如果现在这一种行法 反而我会觉得它上的机会未必太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可否做得上星期一的高位大约是7.210左右 可以考虑7.210沽回 然后看下来是7177和7158 最后加指 加指 连续在下面增持132 暂时来说 没什么大的转变 昨天 暂时没什么大 我觉得挺吸引的价格 我只可以这样说 如果有3310 可以考虑试试沽回 下面就在这里 大约是3.235左右 大家自己计算一下 1.3310到1.3235左右 在这里走 两边都可以做 如果变哪边先 就做哪边 主体上大家要留意一下 美元是否真的 值弱呢 因为美元一跌 那美元就起了 今天起得快 是不是很快呢 等下再和大家说 今天等下交起 今次策略和大家谈 今天很多谢 感谢您的观看